民众骑着机车在加油站前 一等就是等好几个小时 都是为了抢家便宜汽油 印尼八年来首度出现油价飙涨 还一口气就调涨三成 导致民众纷纷大排长龙加满油 有计程车司机表示油价上涨 会让他们的荷包大幅缩水 印尼政府将汽油价格从美身 0.51美元调涨至0.67美元 换算下来是从台币16元涨到21元 柴油价格则从0.35美元调涨至0.46美元 也就是台币11元涨到15元 由于印尼一直以来高额度补贴 才能抑制油价上涨 成为全球通膨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然而在国际原油价格不断飙升 加上印尼断贬值的影响下 导致补贴预算增长将近三倍 印尼总统也称上调油价是个困难的决定 那如果不调高燃油价格 今年政府需要拨出更多资金来进行燃油补贴 另外根据彭博社报导 英国经济规模已经不及过去的殖民地印度 退居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印度紧落后美中日得排名第五 英国政府如今深陷通膨高涨和能源危机之中 即将上任的新首相恐怕没有任何蜜月期 上任就得面对棘手问题 记者组合报道 旺旺水神抗菌疫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七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七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